希望我们北区开一间比较大的免费素食店 叫随缘素食 什么叫随缘 你来吃钱自己投 但是不投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流浪汉 很多很多 然后北区的法会特别多 像我们这种法会多开一间 他们可以多分担一些 如果小法会一百个便当两百个便当 知道哪里有法会 就煮好跟人家结缘多好 对不对 然后谁出钱 大家来出钱就好了 所以征召餐厅容易懂事 好不好 你一个月出一千块 出一百块都可以合起来 然后开始来煮素食 好不好 还要征厨房 负责煮菜的 但是各位 话讲随缘免费 也不能煮的难吃 随缘你还挑什么 哇 讲这种话太痛苦了 你既然讲随缘 至少要煮的好吃 对不对 人家因为入味 但是地点不用太热闹 至少停车方便 因为送给流浪汉 我发觉现在时机不好 很多人 我昨天看 台北市大同区医药院院长 他说他接触穷人很多 所以很多人送奶粉 洗发金 油 他分配 他说现在穷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今天上午我看报纸 台中也有一个区 一个区 一家只有五瓶大 最大的七瓶 都是独居老人 生病老人 厕所也没有 就在市中区有一个区 然后市政府说 好 一瓶卖你三百万 三十万 他们说哪有钱 有三十万就不用住在这边了 五瓶要一百五十万 谁有钱啊 他们就是因为独居老人 可怜 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盖 已经住了三十年了 因为我认为这些 这些需要我们去结缘的 就像爸爸妈妈很多 但是我们大的做不起 从素食做起 好不好啊 然后如果煮了很多 太好了 不怕没地方消化 煮了更多 晚上拿去做烟供 到虎木区做烟供 那多好啊 有没有人要做店长啊 应征一下 做不起店长 出钱就好 甚至负责送便当 好不好啊 骑个摩托车 拿个二十个便当 送给那些需要的老人 对不对 病人 多好啊 这慈悲啊 我们以前经常有送啊 送到哪里 初一十五送去监狱 人家都等着你们这个爱心便当 我们现在初一十五在台北车站爱心便当 然后他们就在跟我讲 师父不行 每次送都不够 为什么 他一个人拿五个便当 他干嘛拿五个 拿一个就好了 我说你要同情他 他为什么 你们初一有 初二初三又没有 所以我就拿五个啊 吃吃冰的臭的我也要吃啊 没饭吃啊 所以他拿五个对不对啊 对啊 因为你只有初一啊 初二难道就空性了 最好是初一到三十每天都有爱心便当啊 所以我想这些大家 如果你可以啊 我们现在用各种方法 还是你在家里煮二十个便当送过来 也是个方法 对不对 初一你负责 初二他负责 初三他负责 太好了 叫初一功德组 初二功德组 那你负责 你要煮二十个 他煮二十个 合起来就两百个 台北车站的就先解决 然后在龙山市的 然后在士林区的 然后在汐子的 哎呀太多了 他们社会局 我讲师父要不要名册给你 我现在还没资格 名册拿那屁屁刷 我们南部做得很好 南部钢山啊 路足啊 因为他们 他们找了很多义工 他们就轮流主 然后还要送进去 因为独居老人出不来 对不对 比较可怜啊 所以我想 希望这个工作虽小 但意义很大 意义很大 但是我认为 你让一个正常有钱的人 他吃得起来 来吃一顿素 总比他吃一顿肉 好太多了 对不对 他吃一顿素 你煮的好吃 他愿意来吃 这个世界爱心人士很多 他来吃一吃 那搞不好 功德像他投一千块 对不对 投一百块 多少钱都没关系 又拿这个来 开第二家 第三家 大家多出钱 免费 不要跟人家竞争 附近有素食店 我们就不去了 对不对 就是比较独居老人多的 医务院多的 那些工人多的 学生 很多学生很穷的 现在学生 学生附近 开一家 这家是随缘 吃杯素食 没钱尽量吃 有钱自己投 对不对 学生跟他讲 最好你还自己洗碗 那最好了 培养他们 做个有用的人 所以愿今天的法会 功德 大家满愿 好不好 能够多开几间 多几个这种 慈悲车 去送书 去祝念 去送流浪狗 流浪 台北市的人 这方面爱情很有 我觉得台北市人 有这个优点 你要是小狗送给他都好 告诉他 没关系 半年以后再交回来 你帮我先养 他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在护生园 有很多人送来小狗 那小狗在那边很可怜 如果他们妈妈 他们养一养 再送回来也好 很多人就不送回来 爱上他了 对不对 那我想 小朋友天生的 妈妈 我要那个狗 我要那个小狗 可爱吧 小狗可以陪他睡觉 小狗可以甜甜他的脸 对不对 小孩子哭的时候 小狗跟着他哭 跟他陪他 小孩子就不会 有伴就好了 所以我想 老人也好 小爷也好 那我们要把这些 比较温柔的狗 往外 让他就发挥爱心天使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来帮忙 这不是钱的问题 悲心 更多的车子 更多的狗 更多的爱心便当 更多的送很多书 更多的能够去祝念 关怀